她的感覺是她要轉外 我應該要轉內 我應該要在家裡打點一切 她就出去衝那些 想的 一直都想的 但定一天就沒有 那時候是照顧小朋友 後來到女兒出生之後 都經常想的 經常跟我先生說 不如等她兩歲多 再大一點的時候 可能她回幼稚園 或者怎樣 真正她回了學的時候 然後我就出來工作 經常都在想這個問題 我的心態經常都覺得 沒所謂的 她當成多個朋友 你不會有什麼吃虧 或者什麼 所以我就出去見 見一見一見 整個過程都很順利 最初我有跟她說的 我給了很多心理輔導她 其實在上班之前 真的打算上班的時候 就開始跟她說 媽媽打算上班了 可能你將來睡醒 因為她以前每一早上睡醒 第一下都是叫媽媽的 那我就說 但以後你睡醒 媽媽就未必在你身邊了 可能要等到六七點 好像爸爸下班的時候 媽媽才會在這裡 那一開始她是說不好的 她是說不想 不想媽媽上班 那些 但是我保持維持維持維持她 一兩個月的時候 她就接受了 她說好 後來去到現在 就完全是OK的 開頭其實她叫我想清楚的 她覺得是否真的想上班 或者覺得… 因為她也覺得 第一下我本身說要上班的時候 她也很驚訝 她說 蛤?不是啊? 那她在家怎麼辦呢? 太快運在家做全職媽媽了 我也有自己… 不要說理想 但是我也是小小事業形女性 我也真的想做一些事 覺得不甘心於就這樣 坐在家裡 照著兩個小朋友 她也明白的 後來都談了 所以她覺得OK的 如果找到一份 你真的很想出來的工作 那你就去吧 阿妹應該是不知道的 阿妹還很小 可能只是覺得 為甚麼媽媽整個下午都不在 因為以前 還沒上班之前 其實陪阿妹的時間 都真的不算多 是啊 狗仔是相對地比較慘 尤其是我第一隻狗 因為第一隻狗來了之後 然後又第二隻狗 然後她的得寵程度已經是低了 再生一個兒子的時候 她的得寵程度又再減一點 到現在再要女兒的時候 他們真的對她們的時間 是少了很多 有時候我的狗 譬如我們吃完飯 坐在那裡 牠們都會擔個球過來 扔給你 想你和牠玩球 那就是用這些時間來填補 那牠們的年紀都開始大了 所以有時候都會覺得 哎呀 有時候對那些狗不住 我沒有了 就能吃完 就會吃完